在美国攻读中医博士时 1995年 陈一雪忽然发现 手无法握筷子 走路常常跌倒 去检查才知道 罹患了运动神经元疾病 看着母亲的嘴型和眼神 熟练地使用沟通板 母子交流没有障碍 音学发病那年 张太强才十岁 小小年纪 面对生病的母亲 以学会当个早熟贴心的孩子 音学的病就像一堂鲜活的人生教材 带着先生和孩子一起坚强 音学积极求生 不仅为自己 也为更多病友发生 他为催生剑动人照护示范中心 用单脚趾 一字一句向政府传达心声 由于健保对医院的补助有限 医院通常会希望住院天数 以一个月为基准 时间到了 若没有紧急症状 就得出院 这一点让家属很无奈 基于常年居家照护的辛苦 他们对于长照法有很大的期待 是不是有这些长照法会帮我们照顾 可以让我们传细节 想给剑动人一个家 说来容易 做起来却很难 身为剑动人协会的理事 林永宜曾试着联系各地方政府 看是否有闲置的蚊子馆 能供未来的剑动家园使用 但总是没能得到正面为应 只要活着都该要有尊严 在一桶冰块 倒在你我热情的身体上 化成了水 就别再让它冻结了 我们需要采取行动